Hello 大家好,我是Muse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軟件 是可以協助我們人像作品的修圖 一直以來Muse都會覺得 人像攝影,尤其是人物的皮膚 輪廓,一些陰影 是很需要攝影師的判斷才可以修得好 而AI人工智能 是不太輕易可以做得好這方面 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的這個軟件 就完全打破了我這個思維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軟件就叫做Ephoto 它可以直接打開你的RAW檔 打開了之後,在右手邊的這個部分 按下去,我們拉下去看 基本上跟你平時在CAMERA RAW開出來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都是那些東西 有Color Temperature,Tint,Explosure,Contrast,Highlight,Shadow 基本上跟我們在CAMERA RAW開出來是沒有分別的 這裡裏面的功能,Color Grading,Lens Correction,Color Calibration 這些是基本上跟我們平時用的Lightroom裏面的東西 以及CAMERA RAW裏面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它也是有的 這部分我不講太多了 一直以來我自己的作品 都是堅持在Photoshop做一些人手的操作 有哪一個部分,光了、暗了 又或者面部的質感 或者皮膚任何的位置 我都會針對性去做一些我的判斷的設定 所以我一直以來就不覺得電腦是可以自動幫我判斷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軟件 到底它可以判斷到什麼 好嗎? 好像這張照片那樣 這張照片是Stop Photo來的 我純粹用這隻Mouse的scroll 就可以鏡頭鏡頭鏡頭 這個對我來說我認為很方便 因為很多軟件都做得不順暢的 這些不要小看少許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部分 已經比起我嘗試過的其他軟件 真的方便很多 上下左右我只需要按住這個手掌就可以動 然後ZOOM OUT、ZOOM IN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做得很順暢 上高有個色版 就是剛剛所說的Color Addressment 接著這裡中間的部分就是Potrait Betouching 就是我認為最有用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試一下這個 在這裏第一個就是Bremish Removal 第一個 我們試一下 就將這一條Slider 向右拉 哇 再看一次 沒有的 它臉部的粒粒未必是一些疤痕 又未必是一些暗瘡 其實是一些雀斑 一拉過去 它就會覺得臉部不應該有的東西 AI就會自動幫你判斷去移除它 當然我試一下100%可以移除到多少 100%基本上那些一粒粒的東西 它都已經移除了 如果我30% 這一個部分 很可能 你會覺得 咦不是啊 這些不是要移除的東西 OK 這樣留在這裏 第二個下面 就有個叫Body Body的Bremish 在這裏好像 都沒有Body 所以在這裏好像沒有東西可以移動 這個Fixing Oil Phase 在這裏 這張照片裏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是鼻尖 沒錯 那你一推的話 它就會移動了少少鼻尖 有少少油面反光 這樣 Face Forehead Wrinkle 都沒有啊 就是它額頭那裏沒有這些東西 眼紋有沒有啊 好像有些 那看一下眼紋有沒有用 有的 試一下推進100% 我們簡單看一下前後 少少 因為它本身都不是很厲害的眼紋 所以沒什麼所謂 Dark Circle 就是黑眼圈 試一下 誇張一點 嗯 都可以的 都幾明顯 OK 這個Smile Line 就是這個 好像法令文一樣 也有啊 下面的這一條 好像每一次 現在都好像每樣動少少少 你看前後 我只需要在這裏拉了兩下 OK 再看一下下面 就是頸的東西 雙下巴 這些都好像沒有啊 好 我們再看下面這個 Skin Touch Up Skin Touch Up 就未必是純粹全身的皮膚 在第一條 Smooth Face Skin 就針對臉的 Donger and Burn 我覺得這個 很重要 因為我平時都花了幾多時間 去做這個部分 現在看一下這張照片 有沒有用 因為這張照片的主角 不算是很嚴重的 但是呢 現在純粹 我只是拉了這麼多 大家再看一下 前後 哇 其實 好厲害 記得 現在呢 它是沒有做到一些很重的Skin Touch Up 因為那個在下面 這個Face Skin Smoving 這些就是我之前做的 Frequency Separation的概念 我們試一下把這個Face Skin Smoving 拉出來 這些就開始有點假了 在這張照片裡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它是需要做的 所以剛才看看上面 這個第一條 Face Skin Smoving 這個其實是 沒有動過的 如果你移除它 其實也是非常之容易 你不要 是可以很輕易移除了它 而看下去的質感 依然是很自然的 我們試一下看前後 可以肯定 我自己在Face Skin Smoving 慢慢做 做半個小時 都一定做得好看的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我只不過在這裡拉了兩下 這些雀斑呢 我就現在保留它在這裡 再看一下下面 還有什麼 不如我們試一下 回到那個Temperature那裡 試一下令到它的膚色變回正常一點 大家就會看得更加清楚 OK 它的手下面很明顯 這個位置是偏黃的 它的臉是偏紅的 我試一下把這個拉過來 你會發現 它那隻手偏黃的部分 又會偏紅 甚至是光一些 其實它會令到你 人臉和手腳這些位置 整組都平衡 OK 對不對 用另一回事 但是這個功能 其實是某部分的照片 是挺有用的 OK 那這個呢 就是Skin Color 可以令到你的皮膚 改變的 哇 光了 在這個人的部分 都可以減和加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下這個就是Skin Temperature 你可以在皮膚的色溫 它不是影響你整張照片的色溫 這個是皮膚的色溫 都可以獨立在這裡做 OK 接著這個呢 就是 reshape 在臉上 它也是分了左邊面和右邊面 拳骨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分了左和右 你也可以很細緻去試 因為它這裏 鎖了 它整個臉 左右一起移動 如果我左右一起移動 你的感覺 其實這一塊肉是特別大的 所以我可以解鎖它 我試一下 只是收這邊面 OK 左拉 尖了 small face 在這張照片 可能你不多覺 有時候 很多時候的Potrait 女生 因為她的身軀 不會是男生 橫一點 所以有時候 她的肩膀不是太橫的時候 她的肩膀會顯得頭會大的 所以這一個反而有用 我們試一下把頭 小一點 小一點 這個trim face 感覺就好像 很難形容 感覺就收回它的下半截的臉 下巴、嘴的位置 但不是每一張照片都可以 OK 看回自己去試一下 這個位置 那臉的闊度 這些 琴 Hairline 也有 即是髮線 你可以高一點 亦都可以低一點 例如這樣 髮線可以低一點 高一點 即是額頭高一點 低一點 OK 這個眼睛 好像只有這個brightness 感覺就是它的眼珠 大家再看一次 它的眼珠 光一點 OK 接著再下一個叫做 makeup 看不看到它那個 那個 這邊 它的紅了 那些位 因為它是有斑的 都可以解決一下 反而這些 你可以自己慢慢 即是不同的程度 你可以試一下 例如增加了一些 contrast 眼影 就是 例如 它的眼窩 因為它全部 基本上 你下了眼影 那些位置 全部都暗了一些 那這些位置 都是幫你強調了一些 OK 那另外 就是 這些 lip color 那反而 有趣的是 它下面還有一大堆的 這些細節 當然它有一些 pre-set 我們試一下 看看這些 pre-set 到底是什麼 Nude的裝 Sweet Vintage 就是很不合襯 這個它真的有些雀斑 幫你加進去 我們試一下看 before after 那這些 就像你玩手機一樣 Aman 右邊 也可以重手 輕手 除了它 Default 有這些 其實 Eyebrows 這些 全部都可以修正 例如我選擇 第二條眉 那它那條眉 就沒有那麼 然後我選這個 你看看 我覺得它修正了 都很自然 那條眉 因為其實 它不是直接換 另一條眉 來的 它是加少少東西 改少少 但是整個感覺 是有些不同 因為它本身外國人的眼睫毛 這些東西全部輪廓都很深 我們待會試一下第二張照 但是我現在就這樣試這個 例如 Eye Shadow 它會幫你加一些 顏色 哇這個很有趣 這個 這個它本身 那個眼圖 沒有 看到嗎 沒有 沒有 有的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哇 這個 Eye Lash 它本身的眼睫毛都很厲害 這個 就有些 就是 不太好 但是其實它都加多了 如果加這個 那我不加了 Context 就是它的眼珠 眼珠都可以 戴隱形眼鏡 戴 Dai Con 黑色 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哇 外國人可能比較容易接受到 這些顏色 哇 綠眼珠 大家有看一下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當你如果覺得 它的面型這個位 這個腰的位 還是很凸出來 你再過度一路調的時候 這邊面也一路調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 左上角 這個位 有隻手指 其實它都有liquify 真的很厲害 它跟Photoshop一樣 我們按住開引號 也可以這樣去修正 它 在這裡 用開 其實跟我們Photoshop的操作模式都很相似 還有我很關心的就是 它那個操控的敏感度 你有沒有嘗試過其他一些軟件去做類似的東西 它是會有延遲的 是很遲鈍的 那個感覺 但是我現在用這一種呢 我又覺得所有東西跟我的感覺 跟我的Photoshop推 那個感覺是沒有分別 重點呢 就是我這部電腦不是特別快的 我這部是M1第一代而已 OK 這個就是liquify 我推一下也可能重手了一點 但是呢 大家又再看看 哇 我們再看看下面有個Brush 這個Brush呢 就有趣了 就是 是幫它的那個胭脂 哈哈 看看 這個是比較重手一點的 但是很有趣 可以輕手 就是減輕它的 M1那裡 OK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最有趣的就是 我可以減輕這個Preset 就是 我這一張相片是stopphoto 那就我只有一張 但是其實如果這一輯相片是我拍的 我拍了可能一百幾十張 我可以減輕做一個Preset 接著我import一lock 可能五十張 一百張 二百張 其實我按個按鈕 它就可以把全部的相片 一次過 變成這樣 如果save的呢 都很容易的 例如我 我 改個名字 叫Girl 叫One 這樣 然後 改個名字 給它就可以了 開一個group 然後就是 01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會可以記錄了你的什麼 Crop 你可以記錄 可以不記錄 按Save 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一堆的相片 然後 再下那個Preset 這樣它就一次過 所有相片 都變成了跟你這個同一個Preset 都幾有用的 其實 因為你是針對那個主角 還有你應該是 那個Session拍的相片 應該是全部差不多 所以是 真的幾有效的 好了 我們試一下第二張相片 今次呢 比一個難度高一點的 看看看看可不可以 第二張相片 都是一個Stock Photo 但是很明顯 皮膚是出現嚴重的問題 是不是 我們試一下 回到最頂的 第一個 我們就試一下 回到這個Bremish Removal 第一條Slider 試一下 拉到100% 哇 Before After 我Zoom近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是 這一張相片是 這張相片是Stock Photo 解像度也不高 但是我們放大看得很清楚 主角的臉 任何質感 它的紋理 色調 哇 這張相片 如果大家有上過Photoshop的課 有學習過怎樣去 把它變漂亮 但是呢 起碼 花了最少半個小時 你才可能 可以做到現在的這個地步 但是你看一下 我只是拉一下 我覺得 軟件是協助得到我們 就是 叫做save到更多的時間 減散了我們的時間 去做更多的創作性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厲害 哇 真是 不會形容 我認為我自己花半個小時 都未必撿到它這麼漂亮 紅色的這些敏感的地方 其實因為它是真人的皮膚 通常要去到這樣有紅 通常一定是腫的 即是說它本身是凸出來的 是立體的 所以就算我們按照這張相片 做很多功夫也好 是很不容易令到它平滑的 但是其實呢 現在這個軟件 這一條 即是 在這個滑板裡面 只是先移除了這些東西 你看到它皮膚 簡直滑到 是 真是一個少女 皮膚 是 未做smooth skin 未做dunch and burn dark circle 哇 接著 還有什麼 眼紋 這次有了 看看有沒有 哇 合理地 不會所有東西移除 但是 很厲害 哇 基本上我只移動這條上膏 這一堆東西 它已經 完美了 我意思是 完美解決了它皮膚上面的一些問題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 看上去是 很自然 這張相片也是stop photo 我們很明顯 這張相片的主角的皮膚 就 不是太理想 化妝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很適合我們做這個demo 這次這張相片 就真的 不是它拍得好還是不好 就是 攝影師都上下夾了兩盞燈的 其實 很明顯主角的皮膚真的不是太理想 OK 這張相片 就是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正常一點 起碼 所謂調整 一個色溫 就是我想顯示清楚 多一點 它臉真實 是什麼顏色 OK 我們回到修皮膚的部分 都是剛才第一個slider Fleckle 和Etne 嘗試一下 100% 一秒都不用 看真點 看真點 前 前 後 到底這樣有沒有影響到我的頭髮 有沒有影響到其他東西 有沒有加了一些假東西給我呢 看不出 唯一的就是大家見不見到這裡有些半透明的字 當我去觀看這個效果的時候 它是會出了一些半透明的水印在這裡 這些位置 我想它是保護它這個軟件 被別人亂用的意思 但怎樣也好 我覺得都不是很騷擾我的 雖然開頭看的時候 有點不太習慣 但我覺得都可接受的 好 我們只是拉了第一條的slider 還要拉到100% 我現在是故意希望可以誇張一點 因為我知道當這個軟件上了影片的時候 大家看的resolution 大家看的細節 一定沒有我現在看得那麼清楚 那我希望就誇張多一點 讓大家看到的before after 那body blemish呢 就我們看一下 看看它可不可以認到它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肩膀 大家看一下肩膀的部分 before after 好 好 繼續下 Forehead 這些都沒有 Dark circle 嘗嘗多些 又看一下 不要看小黑眼圈 黑眼圈每一張照片 就算沒有趣 多漂亮也好 多完美也好 多完美也好 很少人是完全不用動的 這個位置 還有 有一個 很重要的 這些位置 我們打燈 都總會顯示得到一些陰影 因為我們不是每次都世界光 所有東西打爆 好像大家現在看一些電視劇 已經是 什麼都看不到 臉的細節 只是看到眼耳後鼻 所以化妝 真的有那麼濃 花那麼濃 只看到眼耳後鼻 但我們不是想這樣 我們一張照片 我們會看到很多細節 也很多東西需要細緻 我們才能顯示到更多更完美的細節 但現在呢 AI竟然是可以協助得到我們 輕易去做到這件事 那這個Smile Line 這兩點都很重要 亦都很多無故而很關心自己的 這兩條我們叫法令文 當然她那個意思 就不是一定是很誇張的文 但總之就是兩個鼻翼兩邊的暗了的位置 會令到我們看下去 她是精神很多的 就沒有那麼潮水 簡單說 現在我們看原本的照片 這個女生不是漂亮不漂亮的問題 是用來感覺她潮水 潮水是陰影造成的 OK 所以不要小看 我們一定要處理這些陰影的問題 OK 我們再下去這個Skin Retouching 這個Smooth Faced Skin Donch and Burn 這個真的是極重要的部分 我們試一下 好看 光是Dunch and Burn 我自己每一張照片 都最少花15分鐘 以我習慣做得快 15分鐘 半個小時 其實是很平常的 都要看那個主角 有很多東西要收拾 但是如果主角這麼嚴重的話 你都真的沒有15至30分鐘 你都搞不定 何況如果大家不太熟手 一分鐘一小時 你都未必能收拾得漂亮 OK 但是我現在純粹幾下 嘩 已經很好 還有我不覺得是假的 因為我現在一直都沒有強調 去做這個Skin Smoving 即是那個Frequency Separation 其實是還未做的 但是它已經是很不錯 那個結果 現在加了我就覺得是有點假的 還有未必是有這個需要 還有我剛才強調 就是我每一條Slide 但是我都是拉到很大的 是比較誇張的 如果大家想自然多一點 就拉少一點 所以其實由頭到尾 又不是AI自動去幫你做完 你是需要人手的 它也是分了很多條Slide 去給你去調整 這件事 就不是我們說 就這樣拿著一個傻瓜的Plugin 只有一兩條去給你拉 一拉 要是有要是沒有 要是重手 要是就沒有 減%這麼簡單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他人工智能得來 他都給足面的攝影師 他自己給你看 你判斷 你判斷哪一個部分 然後你自己決定 %到底是多少 我覺得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因為始終 決定控制的是哪一個 其實都是我自己 另外就是皮膚的色調 不錯 不錯 100% 嘩 白得很重要 我就一般般 其實我覺得看主題 另外剛才說過 皮膚的平均性 其實在Capture One裡面 有這個功能 好像Lightroom好像沒有了 所以你現在就這樣看 他那個人面 還有那個身 都算OK的 平均的 OK 試一下選一些% 試一下其他的給大家看一看 黃一點的 黑一點的皮膚 都有的 OK 不要緊 喜歡哪一個 其實都沒有什麼 但是就是個人的喜好 另外就是剛才提過的皮膚溫度 按照照片的判斷 因為這個就不影響背景 是影響人物皮膚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很方便 我不需要做更多的面膜 OK 下面Face Reshape 我覺得這個女生沒什麼特別好搞 我們留一會兒試第二張照片 化妝 反而我覺得化妝挺有趣 我們看一下 製造有沒有 雖然他自己已經是有化妝 我們看一下 他基礎是他本身自己有化妝 我有沒有一些東西 改善到一些 眼眉 少少 清一點 平一點 幼一點 也有 真的可以 OK 因為我們東方人不太喜歡 太刺激 OK 很多時候感覺平一點 感覺 又或者少少粗粗的 這些太刺激的感覺 未必是我們東方人喜歡的 這張照片 再有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試的 這個就是背景的 Bending 已經完成了 我們試一下 按這個 Clean Solid Backdrop 哇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真的要讓大家看清楚 這個是 這個Backdrop 這個是 它 Edit了之後的Backdrop 原本的Backdrop 其實是一些背景紙 有些質感 有些紙紋 其實紙紋就是陰影的問題 我們再看多一點 一些紙的紋理 但是 現在它幫你填充了它 當然 填充了你覺得假的 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 也可以按照%去加減 是這樣的 試一下20% 試一下50% 不錯 看上去都自然 起碼後面那個 你不會看到一些紙紋 即是背景紙的紋理 以及背景紙的陰影 還有它會有一個blending 有些斷層的 有時你拍照你會看到 這個都會幫你修正 背景都是一個 我自己認為要花很多心機時間 才修正得漂亮的 比我 我自己覺得 比別人的皮膚更難搞 因為它後面本身 就是一些很smooth的gradient 但是它有些斷層 有些陰影 怎樣可以令到它漂亮呢 其實你真的要花更多的 心機時間去做一些判斷 在這裏 它可以幫你改善得到 我覺得很厲害 好像是同一個人來的 這張都是stock photo 都是面部比較重要 這次人頭比較小 記得我剛才人頭比較大的 這個人頭比較小 為什麼都想這樣分呢 其實我們平時 如果我進去pholoshop那裏 做一些專業的photo retoucher skin retoucher 其實我們是按住 這張照片裏面的人頭佔的pixel 多少 而去決定一些數值 所以到底 是不是傻瓜軟件 就可以搞得定的呢 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的 所以我就試一下 人頭比較小 到底 如果這樣執法 它有多細緻呢 那我們就試一下 一樣 每一次都是由第一個開始 因為第一個是最誇張的 一來 它就幫你把臉部的 一些疤痕 暗瘡印 這些所有的東西 它就一夜幫你移除 我試一下一半 我試一下一半 如果太多 是沒有特別意義的話 就不建議 拿得太多 OK 已經移除了 OK 接著 Body blemish 看看手 都是移除了粒粒 青筋那些 正常不會幫你移除 我們試一下重手一點 嗯 差不多了 其實都沒有問題 OK 接著呢 身體 都沒有什麼粒粒 是臉部移除了那些粒粒 看看再多一點 都沒有什麼需要 太多 OK 接著我們看一下Dark circle 剛剛的照片已經說了 它的陰影 面部的輪廓 令到產生很多陰影 而這個陰影顯得它很潮緒 試一下Dark circle 有沒有看到呢 當它的眼袋 眼圈 當它減了之後 它已經是眼有神很多了 所以不要小看這些小小的部分 又不要完全去掉 OK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它的鼻翼的陰影 頸 都沒有什麼頸紋 雙下巴 到底這是什麼來的呢 輕微 很輕微 OK 因為它本身都沒有 好 這個就是Dark and Burn 有時候我覺得 如果它本身都已經不錯的話 不要再強行加進去 就變成交公仔 OK 因為電腦它真的可以更完美 都可以 完美到根本就是一個平面 它都可以變出來的 所以 我們要用我們對眼來判斷 當覺得夠就可以了 剛才說過 因為 這張照片的人頭佔得小 所以電腦判斷可能會更重 也不一定的 尤其是Dark and Burn 因為那個陰影的範圍變得太小 OK 所以這個就真的要小心 當它一大的時候 整個範圍一平了 就真的變成平面 OK 這裏我們不要動 臉皮膚滑 都更加不要亂加進去 因為它根本 皮膚本身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陰影令到它潮水 還有有暗瘡 我試一下 都是選這個膚色給它 你選了的話 其實它整塊臉 和身體 都會一起 Gray了一個 新的一個膚色給它 看上去都會更加平均的 喂 再看回 before after 我沒有需要花心思時間 太多去做這些Dark and Burn 可以肯定的 AI就沒有說 百分之一百滿足 所有的你 可以肯定它都滿足到我很多 所以我先介紹給大家 但是可以肯定 一定有部份的東西 是需要我們再更加進去 當100%裡面 它已經協助到我70% 甚至80% 甚至90% 我自己都只不過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細執一些細胃 其實 減散了不少我的時間 精神 可以想更多創作性的事情 去做 何樂而不為呢 我們再看看Make Up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為什麼我經常強調Make Up 我知道很多業餘的朋友 你的主角 都一定 多數都沒有一個專業的化妝師 職業專業的化妝師 去幫你的主角化妝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 甚至我正在用的模特兒 我們都是朋友式的合作 很多時候我都不會 特地去聘請一個化妝師 因為很多人都即興 我又不知道要做什麼 好像無端端欠別人的人情 我好像不太好 所以 這個Make Up的功能 我們又覺得 可以的 首先就是 你不要 主角是什麼妝都不化 然後幫他加進去 我可以肯定這樣 是很醜樣 這樣很假的 但如果他基礎本身 已經是化了少少 然後這個再幫他更加強 加強少少 我又覺得 很好 所以 我又覺得 不錯 這個可以幫他加小雀斑 說真的 會不會化完之後 你完全是變了別人 給了別人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 因為他每一個部分 都是給你去控制的 做得膠、做得假 都是你做的 所以 因為他就是可以分到這麼多工具 分到這麼小 我才認為 因為他可以被職業攝電師使用 哈哈 不錯不錯不錯 好 我們又看看這個 Body Reshape AI Reshape 就是 用AI自己幫你判斷 他的身應該是怎樣 肥 瘦 沒什麼好搞 胸部 完全錯了位 哈哈 完全錯了位 所以這個不要想了 要 不搞 要 怎麼搞 因為黏住了手 所以他判斷到沒有用 腋部 嘩 不要了 所以 一去到這個部分 其實這些 當他做不到的時候 你自己 進去Photoshop Liquify 這裡都有 但是Photoshop Liquify 好像更多的設定 我們又看看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 主角 其實本身 皮膚 其實都不差 那麼 有替化妝 我們又看看這張照片 可以有什麼可以做一下 肢 glid的 曾經那樣 看見它有些固定在這裡 拉一個 arm 再這樣 比oubl 再次 比 seguridad 還是後 再 Trang 我想時間要在這部份 我只要處理 你都要花了不少時間 去做一些 frequ Government 你才能有機會 剷除它 那tsp 再看看 全面 它的臉其實都很漂亮 有一點點微笑 移除了是否一定不好呢? 看清楚,重手一點 它不會將咀嚼的這個紋移除 因為一旦移除了就不是它 完全不是 它又懂得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這個就是頸紋,看看到底有多厲害 可以還是不行 真的可以 頸紋也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我見到很多攝影師不撿 但是我自己也花了不少心思去撿這個部分 但是真的挺花心神的 現在這個呢 它又不是完全可以 一旦移除了 它還可以讓你慢慢選到 剩下多少出來 因為頸紋是人來的,正常都有的 但是現在移除一點 留一點點,減淡了 我覺得真的 挺好的 我們試一下給它一個顏色 嗯,一點點粉紅的顏色 可以白的 一點點紅,OK 減少少百分比 OK,就這樣 看看前後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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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本身的主角都很漂亮 都沒有什麼好處理 我們試一下再下去 看看 小臉 大家看看 它如果 臉小一點點 又如何呢 因為它的身體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又要看 試一下身體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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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再給它一次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加進去 完全不同 感覺不同了 呵呵 至於它的唇膏 顏色 這些呢 都可以調整的 不要太紅了 演織 自然一點 硬珠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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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有點差異 看看這個 所以說呢 它如果本身已經有些妝容 我只會修正一點點 其實 那個感覺我覺得很不錯 它可以令你再完美一點,也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當然,完不完美就很過人見仁見智 但是一般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有這麼多的選擇給你,其實是很好的 接著就是它的背景 試一下這個背景能否移除 又或者這個背景能否令它更乾淨 我們試一下這個乾淨的背景 它原本是一幅長的 一塊塊的,原本是這樣的 厲害,厲害 它其實也有一個叫sky replacement 當然啦,我們現在的相片全部都是Studio 沒有東西可以讓它測試得到 Photoshop也有sky replacement 大家自己試一下吧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因為這個比較普通 很多軟件都可以做到 好了,剛才看了這麼多全部都是單人相 那到底雙人相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始終不是經常都會只是一個人 那當你真的要撿相撿兩個人怎麼辦呢 那我就發現Ephoto在這方面 就有少少做得不夠好 因為它還未可以做到 將每一個細分 即是如果你人物多的時候 會不會細分呢 其實它暫時是做不到的 正常情況之下 如果我reshape的話呢 我同一個設定就會在裏面的人裏面 有幾多個人 就幾多個人都一起做 同一個設定 如果你認為他們可以同一個設定 就沒問題了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 是一樣的 有一個可能要瘦一點 有一個不用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把它們拆開 否則你所有的設定都會在兩個人上面 OK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在這個最頂右手邊 有一塊臉的符號 按一下 它會看到有兩個框框 這個我不知道暫時是不是 Ephoto的筆 因為在我這裡 是顯示不到那張照片 但顯示到兩個框框 即是它 detect 到有兩個人的臉 OK 那我在左邊那個 就是在這裡選擇 Female 那我這裡右手邊 其實可以選擇這個 可以選擇小朋友 那就是說 你可以同時間選擇四個人 就是你 一個是男 一個是女 一個是小童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它下面的工具 那個作用其實就差不多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做兩個 甚至三個 四個去做一個調整 那當然我相信將來 是它再更新的 應該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都很重要 OK 那我就 Save 那變成了 現在 Female 的話 應該就是 在調整這個女生的 那如果 Child 的 就應該在調整這個女生的 那我試一下 Female 現在呢 就 Reshape 它 沒錯了 那它就正在調整這個女生的 那如果我選 Child 的話呢 就在調整旁邊的女生 OK 那你可以說 那是不是有什麼大的分別呢 如果我就這樣試過呢 我就不覺得 Child 的專利 但是當然在這個心理上面呢 就應該沒有理由的 應該有分別的 可能有分別的 我沒有慢慢 還沒有去慢慢試得這麼透徹 那但是呢 這個是唯一的 Head 是可以去分開兩個人去 Add it 那麼多個女生 怎麼搞呢 坦白說呢 去到那麼多個女生 剛才已經說了 你只能夠 那四個東西 現在有那麼多個 全部都是 Female 其實你可以分兩次去收拾就可以了 就是你先收拾某三個 然後之後再收拾某三個 都沒有說不行的 那例如如果你現在整張照片 一起去給一個認識它 那行不行呢 都可以的 一次過 但是第二個特別黑的 那這些你就是 可能你要分開去做了 那因為呢 你始終現在這樣一次過呢 Ephoto 暫時沒有辦法去做得到 之前我自己的教學裡面呢 就有分享過 用 Frequency Separation 去收拾 一個頭沙裡面的皮膚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軟件有沒有能力 幫到我做這件事 第一個 100% 它真的減了這個位置 我放大多一點點 前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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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那些文 哇 都真的可以收拾到一點 但是這個呢 收拾不到 這個呢 收拾不到 這邊的文 也收拾不到 這裡呢 收拾不到 下巴這個 嘴下面的 一點 收拾不到 沒有辦法 額頭上高,撿到少許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 黑眼圈,可以 眼紋,沒有什麼 這個,少許 檔長斑,很重要 好很多,重手一點 好很多,我們看看 before,after,before,after 放大 before,after,看清楚 網紋,頭沙的網 沒有影響 已經很厲害 唯一就是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去撿到 亦都是有少許這些 裡面的質感的東西 暫時沒有辦法撿到 下巴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嘴下面 亦都還沒有撿到 所以怎樣都好 其實 它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是不是 我們以往的撿上的方法 完全就丟去不需要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其實一定要保持著 我們自己的撿上的能力 因為呢 我們知道怎樣撿 我就知道 剛才它說的這些 每一條slider 到底是做什麼 到底是應該怎樣做的 到底應該用還是不用 到底應該用到哪一個位 有哪一個位 應該要回去 Photoshop 用回我自己 一個傳統的方法去做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不是說 隨便每一條都拉盡它 你只是製造塑膠人出來的 所以不是說一個軟件 真的傻瓜到 閉上眼都可以解決 並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它的確確 減散了一個職業的攝影師 職業攝影師 其實是花很多時間執照的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 無論你業餘都好 你都應該認同這件事 除非你沒有學過 所以 學習是要持續的 不是叫大家已經放棄Photoshop去學習 大家繼續一定要學的 因為你不學 你不知道怎樣去判斷 也不知道當有些東西 處理不到的時候 你怎樣再去後製 繼續去處理更好 因為其實我就算之前的 部份的一些作品也好 其實我開始已經用 但是呢 我繼續 我都需要在Photoshop 至少創作半個小時 但是呢 整體的時間少了很多 有時候呢 我拍完相片回去 已經很睏了 這個工具 實在是幫到我不少 因為那個starting point 已經再不是在這個位置 我的starting point 已經是來到這裡 距離我完成 是近很多 快很多 還有呢 可能你創作多幾張相片 都好 你都不用每一次 都由零開始 就好像這個例子 我認為它都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我相信它是不及 我在Photoshop 自己menu去操作 做得更好的 撿了這麼多張start photo 試一下撿一張 我自己幾年前 在workshop 示範的相片 主角是Chloe 很多朋友都見過 這一張是原相來的 我放大一點 看看皮膚吧 Chloe本身皮膚都非常之好 我們試一下在第一個slider 就這樣拉 看看它移除到多少東西 Before After 就這樣看 它好像移除不到 一些外面的 這些粒粒 好了 Body Brand Mish 我們看看身上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好像還未移除到 然後 再看看 Dark Circle 好像都沒有什麼反應 Smile Light 一點點 OK 我們很快 看看 Before After 它撿了什麼 咦 好像沒有我們剛才的相片 那麼誇張 我們剛才的相片 一開始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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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再說一下為什麼 我們又看看 這個位置 完全好像沒有收拾到 這樣 我們很快 直接跳下去下面 這個Smooth Skin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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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是比較明顯的 頸部 沒有 整個背部 這個位置 都沒有 都沒有 好 Face Skin Smoving 看一下 嗯 開始有些了 但是都不是很重手 我試一下推到100% 真是膠面 不行 Body Skin 下一點點 看看有沒有 沒有 重手一點 嗯 背部開始 這個位置 開始好一點 放大一點 看清楚一點 這一張照片 是我拍的 是一張高解像度的照片 是Sony的A7R 3拍的 但是 Body Skin 要推到這麼高才有一點 亦都不覺得 做得特別好 在這個部分 我們看看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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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眼的部分 的粒粒 是完全沒有辦法移除 是嗎 還感覺它有一點 因為臉的Smooth Skin 去令到它整個位置 都變成一坨 東西 Face Skin Smoving 都要減少一點 Done and Burn 的感覺是沒有反應 Before After 只是移除了 這個嘴 這個化力紋 OK 好了 即是說 在那個Skin Touch Up上面 我想它只能夠協助到我 10-20%的東西 都未必有 OK 再下 我們看看這個 平均這個 臉 和身體 那個 光暗 是嗎 平均一點 但是你看它只能平均這個位置 這邊 沒有的 一點 少少 好輕微的 應該說真的沒有什麼 OK OK 那是否自然 大家自己覺得 我覺得很像一本本 再看看還有什麼可以試 沒什麼了 沒什麼了 好啦 試一下那個Make-up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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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一點 好像看得出一點 加了什麼 加了一點閃粉 OK 好過沒有 可接受 是,講淨了一點,%減少少 好了,這張照片就是這樣 試試 AI Reshape, Reshape 什麼呢? 只是肥龍瘦,它本身都很瘦 然後再下去, AI 整個判斷不了它的身 即是我這張照片判斷了什麼 什麼, AI 好像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其實它真的幫到我10%左右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想說 剛才試的照片,全部都是一些很 standard 的人像照片 大家看得很清楚的主角 當我一些 creativity 即是一些特別的一些 我又不可以說我這張照片特別 但只不過是離開了一些 standard 的樣子 離開了一些 standard 的構圖 又或者,這些是 standard 嘛 但當我一去到一些不 standard 的東西上面的時候 AI 判斷就好像出現了一些問題 例如,在它的認知,臉沒有可能是綠色的 紅色就合理一些 所以它在紅色的臉部份 它的反應是大一點的 一去到這個綠色,它就感覺 不知是它認為這個是陰影 還是什麼 所以它的反應是小的 它不是沒有的 因為它是判斷得到眼耳口鼻的 但是在這裏上面,它好像很多東西都判斷不到 身體判斷不到 眼耳口鼻,我簡單看一下 眼,有什麼可以判斷呢? 臉沒有反應 有,臉有一點的 它是知道這塊臉來的 它知道這個是頭來的 但是為什麼在膚色上面 它完全好像判斷不到這樣呢? 所以AI 那個判斷呢 我想是,它皮膚當然是皮膚的質感 它會全部是獨立去判斷 它不會說,我知道這個是頭來的 所有的臉,它都是用這個方法 我想也未至於這麼簡單 但是可以肯定的 AI 想的東西可能都很簡單的 它沒有想過,臉可以是這個色 所以我這樣的話 它有很多東西就未必判斷得到給我 就是說在這張照片上面 它真的協助到我 十個百分之都未必有 在這些情況之下 怎樣呢?這張照片 不收拾嗎? 這個就要回到我Photoshop 我自己手動去收拾 所以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叫大家一個軟件 所有東西都不用做 只不過這個軟件 都真的協助到幾多東西 看回大家怎麼拍照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都應該判斷得幾準確的 因為在我自己的其他的 一些圖片上面 不是經常拍照都是這樣 當在一些正常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判斷也非常準確 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軟件 到底幫不幫到大家 在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我不拒絕AI 我也一直不覺得AI 可以完全代替到我們 我們那個人的智慧 其實當然人的智慧就是 創造AI出來 AI可能會超越了我們 但是呢 我們所看的 我們人 看人的判斷 光影 美感 這些東西呢 並不是說AI就可以做到 甚至不要想AI 我們隨便找一個叫做 Photoretoucher 我出錢請 她是不是就可以幫我 撿得漂亮的一張照片呢 這是人來的 不是AI來的 都不可以 除非你掩著眼睛 你來做吧 你可以的 又或者她坐在你旁邊 你在那裏指著 這個位置我想怎樣 那個位置我覺得怎樣 這個位置我覺得漂亮 這個位置我覺得不漂亮 其實很平常的 我以前做過美術 當我坐在一個位置做排版 做設計的時候 那個頭就是我的部門 又或者是藝術主席 坐在旁邊指指點點 又或者是編輯就過來指指點點 這個 caption太細了 這個 caption 又怎樣怎樣 包大這個領導 有很多都是人類判斷 所以就算是AI 它現在在這裡 是你判斷 所以不要覺得 AI是代替你 AI其實暫時都不會是可以 有個自由 就是它自己產生思想去代替你 何況有些照片它是沒有辦法 去分析得到 做得到給你 那你是不是就 繞一隻手不做了 不撿你這張照片這樣 所以持續學習Photoshop 持續學習一些專業的 收徒方法 絕對是在協助你 將來怎樣去操控AI 配合AI 令到AI又配合你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軟件 是有幫助的話 都可以上去他網站看看 至於他的收費 是計算Credit的 什麼叫Credit呢 一張照片就是一個Credit 所以它是計算一張數 給你多少張 你一個價錢買到底可以寫的一張 那怎樣計算呢 我想你入口了一張照片 它就是計算一張 你那張照片可以無限次去觸碰 但是你每一次新的入口 它應該就已經計算一張了 那就詳細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在我自己呢 我購買了它最基本的那個先的 我是自己付錢的 那我是先買了這個83.88美金 那就1200張照片 對我來說現在呢 我並不是說很大量去收集客人的照片 約會的照片 不是那些量 那些量就是一來就過千張 那我是收集我自己一些人像照片 其實我覺得開頭試一下無所謂的 如果大家再想純粹試一下呢 其實它是會有試用的版本 它的試用版本是只有五張的 但是呢 他們都給了一個提供我的觀眾 你可以下載一個試用版 好像是有30張你試用的 我自己沒有親身試過 它叫做發貼連結給我 我就發貼連結給你 你按進去看看 如果沒有生一張就不要罵我了 我是自己付錢買的 學習修圖是不可以停止的 因為呢 所有東西都會一天一天地進步 不代表我們以往做的東西是淘汰的 我們學了的技術技巧 絕對是很重要 也都不是代表AI是可以完全代替到我們 所以呢 持續學習 減散一些無需要的時間 做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出來 下次再分享 !